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单元诊断测验的部分 那单元诊断测验其实我们任务指派 要如何指派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跟我们刚刚指派知识结构的任务是一样的 但是在第一个选择任务这边 我们要选择的是单元诊断测验 那再接着就是建立你的任务的内容 然后挑选你的任务类型是要什么 那就是眷逾跟眷二的部分 那随机出题的话就是可能因为 如果自己班上可能座位是可能会有隔开的部分 那学生可能就不会有去看左右邻居的部分 那假设我们让学生来到电脑教室座 那像现在大家这样坐在一起 那是不是假设我们出了这份考卷 我们没有点选随机出题的话 其实两个同学同时可以做一样的题目 对那就可能会有产生作弊的嫌疑 对那通常我们会可能会预防要这样子状况的发生 我们就会点选随机出题的这个部分 那他题目的话就会是这18题 他会就是乱数他去跳 就是可能每个人看到题目的顺序会不一样 那这个部分的话一样可以点选小组长 那小组长一样就是只可以去看任务的进度 他看不到学生作答的情形 那这就是学生要如何去执行的部分 那很重要一点就是可能 这个在做测验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是利用下课前的10分钟到15分钟 去做这个部分 那假设学生在做考卷的时候 已经下课中响了 那其实可以随时中断这一份考卷 那在就是可能学生已经做了剩下三题 那你可以把这个按叉叉 他就是可以中断考卷之后 那下一节课他再来补他剩下的那三题的部分 他就不会像有一些可能你只要叉叉了 他前面全部的作答的东西都没了 就要全部重来 那英超人的话这个部分 他就是会预防这样的情形 所以他就是可以中断测验 然后你下一节课再让学生再继续进来 把他作答完成 那这个的话就是知识结构的部分 那学习诊断的话 就是现在就是要请老师 就是用老师的账号去登 然后指派一个单元诊断测验的部分 然后再用学生的账号去做 好 那我刚刚有用学生的账号下去做一次的单元诊断的部分 那学生他做完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他就会告诉学生他哪一个知识节点是不OK的 那我们学生只要点了这个进来 他就会看到这个节点的题目是什么 那学生你看他可能这个节点他这个是对的 那这个节点在第二题这个部分他就是错的 他就去跟学生说他的题目是哪一题错 那学生可以再去回头去检视 为什么答案会是跟自己选的不一样 那接着我们回到简报的部分 那在我们整个进行完之后老师在上 就是根据这个部分再去上完课之后 我们会再做一个后测 就是可能是做我们刚刚单元诊断测验的第二 可能券一 如果老师在前测的时候做的是券一 那后测的时候就会是做券二 那